政府公佈了,在下個月18日開始,包括急症室,普通科門診,住院服務,拿藥,療養病床等等都會有一個加價,而加幅最大就是急症室。 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,其實急症室的服務影響得最多是偏遠地區和比較基層的市民。 如果是靠今次急症室加價,去到180元,就能夠解決到這個急症室排長門,或者被清雲濫用的情況,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估計過高。 事實上有很多基層的市民,特別是一些長者和一些偏遠地區的病人,他們是逼於無奈,要看急症室。 並非他是很想去看急症室,而是包括譬如現在的專科,淪後情況極之不理想,最高的可以是高達超過兩年,在很多地區裏面。 第二,這些偏遠地區包括是天水圍、東涌,很多時晚上是沒有急診的服務,假期又沒有一些假期的門診。 所以就算加了價,絕對是幫不到這些地區裏面的病人,特別老人間。 所以我們是要求很久,而很可惜政府仍然是沒有肯去做的,就是在這些急症室和在他鄰近的地方,是設置增加一些夜間的診所和假期的診所。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夜間診所和假期的診所,大多數這些病人,就算加了八成的錢,都是要回到急症室那裏,是絕對幫助不到的。 第二方面,這次安排,就將75歲以上的長者病人,是會有些寬面的。 不過,很不幸,仍然是有這個資產的審查,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不必要的。 香港的男性的平均壽命是81.5歲,女性是大概85-86,在這個水平。 其實過了75歲,無論是男女的長者病人,她們都是急需要醫療服務。 她們享用的時間也都不是說太多。 所以政府沒有必要在這些減念裏面,再加多一重的關卡,要再做一些資產的審查。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,不是從長者的發覺出發。 另外一方面,這次的安排,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,跟以前不一樣。 這次增加收費,所有的費用呢,是會給這本局的。 這個我們表示歡迎。但是,如果收回來的錢,又落到大水塘那裏, 而不是改善現在,在天園地區,在這些叫做很大機會, 就是在排長龍的,我舉一個來團門醫院為例, 在假期和晚上,很多人都要去看。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配套,沒有夜間的診所。 所以我希望他收多了的錢,醫管局收多了的錢, 一分一毫都應該放下去,是用來做一些包括資助的夜間的忙診, 和是假日的忙診。 最後呢,政府和食慧局就認為, 他現在增加的這些所謂的公私營的合作,可以解決到問題。 我覺得這個公私營的合作呢,其實是並非答案的。 大家或者不清楚呢,不是那些病人可以要求參加公私營合作的, 就是去私家醫生育體的,是醫管局選病人。 所以呢,你見到現在呢,在三區裏面, 都是只有每一個病人呢,是可以合適地去被邀請。 有多少呢?最終是入這個計劃呢?未知。 但是怎麽會這些病人,會估到自己幾時急症呢? 所以呢,如果政府是企圖用這個公私營合作, 去改善急症室這一個聯合的問題, 我覺得是完全解決不了。 所以我最後都是敦促政府和醫管局, 必須要將現在一些偏遠, 一些極之不方便的地區裏面的, 包括介入病診, 他的夜診, 是一定要增加服務, 而最好就是現在收到的, 從那個增加的費用收到的錢呢, 都可以有足夠的金錢呢, 成立一些資助的夜診服務。